台湾的鸿海福士康在威斯康星州兴建新工厂 川普总统亲自出席 与福士康的总裁郭台铭一起破土 美国真一记者黄耀义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 耀义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星期三晚上就已经先抵达了威斯康星州了 在星期四的早上他先到灭瓦基市会见支持者 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就抵达这个鸿海福士康的工厂的预定地 坏乐山这个地方参加这个破土的仪式 那么跟这个川普总统还有郭台铭一起来举行破土仪式的 还有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沃克 以及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 以及福士康在美国请的第一位美国员工克里斯多福梅多 他们五个人一起举办了破土仪式 那破土之后呢川普总统还有郭台铭 以及其他的美国官员就一起参观 已经建设好的工厂的部分 那么在建设工厂厂房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同时出席仪式的还包括了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以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所以看起来这次郭台铭的这个 名字是非常大的 那么此外我们也看到了 日本软银集团的社长孙正义也出席了这次的仪式 那么还有郭台铭的夫人曾欣盈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都来到了现场 那么在破土仪式上呢川普总统是说 他说浙江很棒 我们正在为美国做很棒的贸易协定 将在威斯康星州投资至少100亿美元 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还有郭台铭两个人参观完工厂之后 就举办了联合的记者发布会 那么在记者发布会上呢 郭台铭称赞了川普总统的决定 我们看一下郭台铭怎么说 我要特别感谢川普总统今天能和我们在一起 我以前说过 但我会再说一遍 如果不是因为您做总统 川普先生 我今天不会作为一位全球生意人来到这里 作为一名全球生意人 我在世界各地投资了很多生意 而川普总统对我展现出的耐心 关注和支持 是所有领导人中首屈一指的 他的承诺力和执行力是最好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见过川普总统几次 而这次他看到我时只说了三件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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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刚才听到郭台铭提到工作 工作 工作 他在致辞当中也强调了 富士康的设厂将会为美国中西部带来很多的工作机会 那么他同时也说 富士康创造的工作将会是 高科技 高薪水 高潜能 高价值的工作 那么根据富士康自己的估计 富士康该厂的员工的年薪大约会是五万三千美元 并且还加上员工福利 那郭台铭并且说 这一次这个设厂的计划 它的名字叫做威斯康星谷科技园区 并且还说 硅谷跟波士顿这两个美国的科技重镇要当心了 那此外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 他先是说郭台铭是他的朋友 并且还称赞他是万中选一的全球企业家 那么除了感谢郭台铭以及富士康之外 川普总统在支持当中 同时也批评了其他跟美国有贸易关系的一些伙伴 包括了加拿大 墨西哥 欧盟 还有中国 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我对中国充满敬意 我认为中国很好 习近平主席 我认为他很棒 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的中美贸易里 我们损失了5000亿美元 一年5000亿美元 我们重建了中国 总有一天他们会谢谢我们 但我们不想再这样做了 我们希望有一个在贸易上更公平和平衡的局面 这种局面未必马上实现 但至少要公平 是的 那么在支持当中 川普总统也邀请了日本的软银集团社长孙正义上台致辞 那我们知道在川普总统当选之后 孙正义曾经亲自拜访在纽约的川普大楼 向川普来表达他投资美国的意愿 那么这一次呢 鸿海富士康的这个投资计划 它的全名叫做飞鹰计划 那么这个飞鹰计划呢 其实包括很多的项目 首先它的投资金额是100亿美元 那预计投资的时程是4年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工厂 就是他所说的威斯康星股科技园区呢 是他的第一个首波的投资 那么主要是来建造电视用的LCD面板 那么在会创造大约有3000到13000个工作岗位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飞鹰计划的全部的美国的布局 将会包括的是面板 电池 LED封装 半导体封装 云端 大数据 AI人工智慧 以及机构建等等的产业 那么在今天的支持当中呢 川普总统并且说 富士康的投资只是个开端 现在包括了美国的克莱斯勒 会将工厂搬回美国 而日本的丰田汽车呢 也将会在阿拉巴马州设厂 那不过我们知道 就是离这个富士康的这个欢乐谷这个工厂呢 距离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就是美国哈雷机车的重镇 也是他们这个机车的制造的工厂的目的地 那么哈雷机车呢 我们知道 因为川普总统与其他国家的高关税的争端 而考虑将部分的生产线移到其他国家 那么川普总统在过去几天呢 一直以高调 并且严厉批评的言辞 来批评哈雷机车 不过今天呢 哈雷机车是公开的以比较柔软的态度说 哈雷机车还是应该继续留在美国制造 但是呢 川普总统并没有说 他要来放松他的高关税政策 那么此外呢 川普总统还说自己任内的政绩很有成果 包括了最高法院最近的几项判决 他并且还说呢 当中的一项判决会让郭台铭很高兴 那但是他并没有明说是哪项判决 他只有说 你知道你知道 你知道我在讲哪一项 那么所以外界现在揣测是说呢 川普总统指的应该是 这个会让所谓的资方 生意人比较高兴的 就是削弱工会权力的这项法院的判决 那么此外川普总统也说呢 以前要盖这样的工厂 在环境冲击评估上 就要拖上好几年 但是在他的任内呢 很快就能够通过了 那我们看到呢 预计这个富士康的工厂 每天要用掉580加仑的水 那么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天然资源部门呢 就在富士康动土的前几天 突然一次批准了六项的环保许可证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呢 或许在川普总统任内一些环保的这些许可证 是能够比较快被发出来的 不过这也引起了当地有一些担心富士康设厂 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居民 在今天呢 也到现场进行抗议的活动 主持人 谢谢耀义 这是记者黄耀义 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